早安台灣的聽眾以及觀眾朋友 您好 我是張宛如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請到了在去年2015年底 才剛剛卸下外交官職務的 前中華民國駐法大使 呂慶龍 呂大使 來到今天的節目現場 那我們今天要很難得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知道呂大使他行銷台灣不遺餘力 特別是他的布袋戲表演 讓整個法國的朋友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在這個階段我們要考大使一下 要跟大使問號 看他用幾種語言跟我們的央廣的朋友問號 大使你好 好 日特沙姆 巴黎的夢北 親愛的 你唱起法語歌來還不錯 那當然啊 在台灣學的法語 沒人台灣有機會到法國去 當然要好好的發揮 好好的運用 哦 是啦 剛剛你第一句講得很好啦 你有兩個愛 一個是巴黎 一個是我的國家台灣啦 是啊 今天台灣在國際社會裡面處境獨特 可是表現很好耶 對呀 那因為面對全權化 我們就要有溝通的能力 嗯 沒錯沒錯 每一個國民都要有這種認知跟努力 那我來考考你 你到底會講幾種語言 其實沒有啦 只有那幾句啦 不過呢 感謝你的關心呢 我會講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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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夠不夠 哦 也不錯耶 喔 也不錯耶喔 喔 起碼你講錯了我聽不出來啦 喔 啊呀呀 這個就是國際溝通啊 好 謝謝 您啦 大家一起加油 哇 親愛的 你今天呢 太好了 帶我到中央廣播電台來 那當然啦 行銷國際也要靠廣播啊 有机会就要去行销 哇 太好了 你真的是很有眼见 很有智慧 我给你一个French Kiss Made in Taiwan 哇 好棒好棒 连我们的摄影大哥都鼓掌了 大使实在太不简单了 说实在的 因为没有脚本了 所以你死坏出来了 如果你是听众的话 没有看到这一段影像的表演 太可惜了 一定要赶快上我们央广 搜寻一下我们的影音平台 看一下大使 怎么样用布袋系活灵活现的 展现出这个布袋系 讲这么多国语言 跟大家问好 当然多少语言 我说实在我也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们也听不出来 你有机会语言是沟通 那今天假设我们在国内 这个推动这个语文交易 那我也非常的骄傲 因为我是淡江发言系 第一名毕业的 请你不要 以为说我第一名毕业很厉害 其实每一班都有第一名 一个人 那个人刚好是我而已 可是那时候很重要 为什么第一名你的学会全勉 那我看在学会全勉的份上 然后把我的成绩到外面去申请奖学金 我就用奖学金连到大学毕业 所以毕业的时候 我的所有的老师说 你应该去法国申造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我很想 可是客观环境不允许 因此那时候我就期许我自己 我要去法国但不是我出钱 要么就是政府出钱 要么就是老板出钱 民间企业 所以我去马祖当兵的时候 就很想得开 你也可以讲很想不开 为什么 我去之前到行政院讯文局去 把所有介绍中华民国台湾的 法文资料带一份去 在马祖一年半的当兵当中 三个钟头因为空军 我就可以把公家的事情做完 然后我那时候做两样事情 第一样事情就是写情书 大家都会写 可是我的情书都毛笔写 毛笔写带了宣子去 对不对 然后由上而下 游游走 这当然的 一张连一张 第二张第三张连起来 又折起来 成为可以放进宗室信封里面 所以我那时候的女朋友 就现在我家最大的 我很感谢她 她要看的时候这样打开 哇好像看古籍一样 皇帝照约什么之类的 当然看一下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毛笔写有它的特别价值 因为它会让你静心 心你会静下来 毛笔你写不快 写快万一我太太看不懂的话 那不白写 对不对 所以也是乖乖地这样写 你的心会静下来 另外一个 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告诉我自己 以后我要靠法语吃饭 所以我一天念五个钟头的法文 上午两个钟头或者三个钟头 反正一天要求我自己 背五个钟头的法文 把新闻局带去的那些资料 从头背到尾 前面忘掉没有 再回头再背 反正有的是时间 那时候没有手机 没有电话 因为你不能滑手机 也没有7-11 通通没有 所以你只有心静下来 然后你去背法文 也因为这样造就了事后 我在不同的职务 包括行政院新闻局 联络时专门陪外籍记者 包括后来在法国 法巴黎三次 赫兰一次 日年晚一次 海地两次 我要介绍中华民国台湾 请你相信我 我绝对有能耐讲三天三夜 是这么来的 是 所以等于是您当兵的时候 就已经在培养自己 准备要住外了 没有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知道可以考外交人员 没有错 但是那个时候 还没有想到说 我要选这个行业 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只是到后来到 行政院新闻局以后 那么因为在联络室 都是在陪外宾 那时候局长是宋楚瑜先生 那他的秘书 也是我的学姐 叫做杨云黛 他在鼓励我 你在新闻局联络室不错 可是有外交人员特考 你为什么不去考 最后他说 你再不去报名 我就帮你报了 所以我去考 怎么考 考上了我也不知道 往正考了就进到外交部局 这么来的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我刚问了一下大使 他在法国曾经连续 就是断断续续的 被派出了三回 总共有16年的时间 其中是在第一次去的时候 晚上想不开到巴黎 第七大学去念书 修博士学位 白天工作晚上修学位 从论人从巴黎写到荷兰 荷兰写到台北 1988年才写出来 但是很不简单的是 那时候是因为派出法国 你才去法国读书 可是你应该是 没得赢台湾土生土长的 一个就这么样精通法文 可以用法文行销台湾的一个外交官 精通不敢 大家刚好会讲两三句 所以用得上 大使客气了 但是另外一个 除了法文之外 您的布袋系也很特别 因为您是出生于嘉义 对 从小看布袋系长大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是 我是三年六班的 那时候的经济情况不好 那时候没有电视 电视一直到出三的时候才出来 所以小朋友当然有电视 有拜拜才有布袋系看 那我们都会为布袋系疯狂 那当然那时候一尊布袋系很贵 那所以就大家 男生嘛都要比完 手筋一个脚绑一个结打 那就弯起来了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也没有真正什么训练 没有 只是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拿用布袋系 来行销台湾呢 超级有效 因为大家眼睛一定会维持一亮 眼睛一亮的结果 他说哇外交官 尤其是大使眼布袋系 行销台湾 他们会很佩服你 他们认为哇 你怎么会有这种巧思 所以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 那个主持人 就是比我还有学问 或者比我少那位主持人 他超有意思的 因为表演之前 他主办单位告诉我们 赖组长 经济组组的组长 他说我们因为是得奖人 去过台湾 那么所以台湾是主题 我们想请台湾的大使 来参加颁奖典礼 我们赖组长 赖组松 因为他知道 我喜欢讲会讲能讲又敢讲 所以就没有告诉我之前 接受对方的邀请 然后问说我们大使 能不能上台讲两句话 他说我这个是现场总播 160万人在看 这个总播会很贵 我们会介绍台湾的大使到场 那这样我们就不来 那你要求什么 我说赖组长讲10分钟 对方说不行 10分钟太长 那一分钟不行太短了 到最后两分钟成交 所以我们就去了 去了之后 那个主持人当然很高兴 他一再叮咛 两分钟不能超过 因为是现场 我说没问题 那时候我没有告诉他 我代不代去 我说我会给你一个 Happy Surprise 一个惊喜 后来上台之前 他说大使这样 难得接待大使 两分钟免税 法国的税是20% 就是两分钟再加20%的时间 我说好谢谢你 结果表演完 那个也没有对嘴的 一路下来 然后下来之后 市长说大使请你不要走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要请你到我办公室 跟我签约 签约 我要请你担任三妈路 我那个都市的拓展观光的代言人 我心里想太好了 我可以当三妈路的林志玲 那多好 代言人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说好谢谢你 然后坐在他右手边的那位 颁奖文会的主席 他说我谢谢你大使 他一直跟我谢谢 我说不对是我谢谢你 因为你给我平台 我才有机会上台 不你知道 我们举办19年来 今天晚上这么害这么快乐 都是因为你来的关系 明年请你再来 这是肯定 我说那我就谢谢了 还有最后我们主持人下来 下来之后呢 我当然跟他谢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超过时间嘛 他一再叮咛 然后呢 我说抱歉抱歉 超过时间 他说没关系 下次你来的话 早一点告诉我 你主持一半 我主持一半 哇你会真的 你直接把主持人干掉了 对分啦 后来呢 现场因为有高等商务学院的学生 教授带了四十几个学生在现场 完了之后因为有酒会 大家呢就是抢着跟我排队照相 那那个指导教授就讲说 大使谢谢你来 以后呢 我安排学生出国实习的话 我要送他们去台湾 我告诉你 台湾赚到了 两分钟赚到五分多钟 然后学生青年的企业家 会到台湾来实习 这个就是我们驻外单位 想办法去行销 一个是形象 一个是实质促进经贸 整体来讲 人家看 哇 那个主持人最后不是讲 Made in Taiwan真好 我们要的就是这一句 对 形象 对 大使这段影片在网路上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提到有将近九十万人次的点月数 那另外一个很不简单是在法国巴黎的东郊 其实也有一条路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 这也是台湾的首创 对啦这个就华人来讲的话在法国有这种机缘的话老实讲也是不太容易啦 那主要是因为2007年第三次回去以后 我发现了他跟我们的大甲 就是杰安特的所在地 刘金彪的杰安特 那么有结盟 那这个市长来过台湾两次 其中一次是我们的新闻大师都接见他 那因为他的隔壁有一位乔委员叫做黎辉 他的夫人是宜兰的去的 那他是四大毕业的 四大美数学毕业的 那因为有这个语言 所以他们两个互动非常好 那我到了以后很自然 大家都变成好朋友 市长只要办任何活动 请我我都会到 其中有一年是这个过年的时候 要大家 因为十分之一是亚裔人士 所以要跟大家拜年 拜年的时候我就拿布袋器去 用布袋器去向大家贺新年 哇 大家也是眼见为之一亮 当地的侨胞拍出来 就放在YouTube上面去 那另外呢 我们的北印尼的齐哥仪队乐队 到这个巴黎去访问的时候 我们也安排到那个地方去 整条主要的街道上呢 全部都是拉满我们那个小国旗啊 调形的那个 用线拉起来 那我们在这个巴黎 罗浮宫旁边的 丢罗域公园那个地方表演的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 把它线拉出来 用那个来做借标 国旗整个就这样围在现场 那所以后来呢 市长当然也知道 我到处去演讲 行销台湾促进双面关系 所以他要走 他说大使你要走 我们这个很舍不得 本来想说帮你办一场 盛大的酒会 酒会办了也许就忘掉了 买个金的名送给你 我们也不知道你缺什么 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最后呢干脆找一条路 用你的名字命名 是这么来的 我都吓了一条 是 所以如果有台湾的观光客 到法国巴黎东郊 是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特别去找一下 它那个高铁 他们那个捷运 重运辆的捷运辆 它在巴黎跟这个 欧洲迪赛拉勒的中间的那一段 叫BCE30号 他有一站的 就在捷运的旁边不远 走出来 特别去找吕庆龙巷 其实大使在行销台湾 是非常的认真不遗余力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巧思 可是我们必须说 台湾的外交处境 真的是很艰困 像在法国 它必须在很多的外交的 政策制定上 是因为很困难 那我们用很多的思维 我们用敲门哲学的理念 去到处行销 包括符润社在内 因为符润社还有这个狮子会 我们都有朋友 我本身也参加过符润社 所以他会帮你介绍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我们常常讲 总会有贵人来帮你 那我们的结论是 我们到处去交朋友 结交赛 不是为我自己 为台湾 背后是我的国家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你们台湾处境很特殊 有台风 有地震 有灯格热 有民主化 有一大堆的挑战 你们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也不错 国民生活 平均寿命 这些跟先级国家没有两好 所以我们应该帮你的忙 这个就是贵人会出现的主要道理 但是在这个中间 我们驻外人要有那种勇气 要有那种巧思 最重要的是要有实力 你要有沟通论述的实力 你否则的话 老实讲 你说请你支持我 一句话没有了 对不对 那你背后呢 我不必直接讲说 你来支持我不必 我把我台湾的表现 对世界的贡献 对国际医疗 甚至于对原来的人道援助的贡献 我把它讲出来的话 你了解的话 我讲 你只要了解台湾 我保证你会爱台湾 这是我们的信念 对 可是在法国制定这种官方政策上 必定会考虑到一个中国的因素 对 那像我们现在去法国 因为有生根签证 所以是免签的 那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很多年轻人想要到法国打工度假 那这个签证问题该怎么解决 其实打工度假 不叫打工度假 应该叫度假打工 度假为优先 打工是因为要度假 所以才去打工 很多人把它倒过来 那目的不是这样的 像鼓励35岁的年轻人 到法国去观光旅游游学 或者是去度假 那么你因为要会引申出需要的费用 所以允许你在就地打工 来维持你一年之内的这个需要 那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已经在谈 谈的都 都几乎都差不多了 剩下就是时间问题来公布而已 时间来签而已 就我离开之前的话 已经是双方都不会 已经没有问题了 所以马总统卸任前520之前 这个我没办法答复 因为我已经不在任了 那法国方面跟我们什么时候要签 只是时间的问题 原则上我们应该这样看 在外交上 法国法兰西共和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成立 但是对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来讲 老实讲他没有说不喜欢 他只是因为在一个中国 零和的游戏之下 所以在外交上 对我们没有实质的承认 但是如果在实质关系上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双边的交流 包括科技合作 58个计划在进行当中 包括高等教育的合作 超过400个以上 那包括我们的留学生 到法国去念书 你只要照规定来的话 你可以申请三分之一的房租补助会 这个跟其他国家的留学生 没有两样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自己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只要去努力 我就有机会 实质关系的改善 当然是要到处去接触 到处去造访朋友 到处去解散人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在法国 我们新闻组 刘组长刘代光 他也非常用心 把台湾的漫画 推到法国去 是我们做出来的 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从来没有人想过 那我们呢 曾经刚刚这个表演 最后一句的时候 有的时候 French Kids 本人台湾 那一句话呢 是临时想出来 为什么 是我们去参加 湘贝里国际漫画节的时候 他们找我支持 王布代西也很难说 突然我想 我们在法国 French Kids 大家都知道 那我把两个 结合起来的话 French Kids 本人台湾 我这一剪 最后呢 现场 因为开幕典礼啊 大家都当然是维持经验 那当天呢 就是湘贝里那个地方的 也是滑雪中心 那么那个地方的媒体 他每日一句 我那一句呢 French Kids Made in Taiwan 就被选为当日的名言 你会不会很快乐 会 这个就是巧思 对 其实我们今天 吕倩龙大使 是台湾的资深外交官 在去年退休 其实也被马总统 延任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半改为特任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感恩 为什么 因为多两年半 已经在既有的人脉 关系了解 努力的各项基础上 我继续再发挥两年的专业 这个我真的很感谢 所以我回来以后呢 我到处去演讲 我去年的 这是大家参考 我实际上我是去年 7月14号回来 回来的时候 应邀参加法国的国庆酒会 在京华 我进去一看 我很高兴 为什么 这几年来 跟法国有交往 有互动 都在现场 他们看到我回来 大使你回来 哇好亲切 还好了 这证明 见证说 我们在法国的时候 没有在那边混 我们真的在工作 那另外一个 从那个时候 一直到去年的 12月31号 我们到处去演讲分享 在去年 就这半年之内 我一共讲了66场 我的意思很简单 希望大家 希望国人能够了解 我们今天的外交处境 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大家一起努力 没有变得如何一种 是 我觉得大使在海外派驻了 总共26年的 这个长时间的外交官生涯 来回到台湾 因为中间当然都有 掉回来掉出去 来来去去 但是带了很多宝贝 在退休的时候 要继续分享给台湾各界 应该 对所以 我刚拿到大使的名片 其实你看 在我的右手边有个台湾 然后左手边是101大楼 这是大使特别角色设计 我去之前2007年的时候 跟陈敏轩董事长报告说 董事长我要去法国 那我要把101 照片是我拍的 一定知道 而且国旗飘洋在那个地方 那是特意 特别去设计出来 等它飘起来的时候 才拍下来的 然后呢 我说我要入境 等它编到我的名片上去 甚至以后办活动 拿来当做logo 我们驻法国代表出在台北的logo 就是用101 那他讲说大使没有问题 你去是行销台湾 没有肖像权的问题 随便你用 所以我就想到外交部当然有规定的 这个制式的名片 那我会想到把101放进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的101 台北的101 另外呢 我把台湾的地图放上去 我告诉你 我从哪里来 那当然我开玩笑 我把我的照片放上去呢 我准备不会不去做坏事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看到照片 最后想起台湾 你既忘掉我没关系 但你一定要记得 这位大使是台湾来的 这个就是行销的一环 是 所以名片也是一个行销的策略 那大使最后剩下30秒时间 我想时间很短暂 我们的访问也要结束了 但是因为您退休了 其实很多的宝贵经验 要给接下来的外交官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 要对他们说 当然了 这个不讲三天 三天讲一天也可以 不过我三秒 十秒钟之内把它讲完 第一个 对自己要有信心 你有信心的前提 就是你要有实力 你有实力呢 你还要有使命感 那接下来呢 你真的要用行动 去落实你的承诺 因为我们外交人 是捍卫追求更多的国家利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他的属于技术层面 你怎么去敲门 怎么去沟通 你怎么去强化你自己 怎么可以参加国际会议 去跟人家探讨 跟人家互动 这些都是外交人应该有的 专业修养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前中华民国驻法国代表处的代表 吕青龙大使 来到我们早安台湾节目线上 分享宝贵的经验 谢谢大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大家加油 谢谢主持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